詹姓高中生疑似遭到母亲囚禁在莫言 捆绑 鞭打 不过这一回呢 詹姓高中生的外婆出面喊冤 说女儿绝对不可能这么做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叶盈盈来告诉大家 盈盈请说 好了 主播彰化詹姓高中生疑似到参与日月民工领袖团体的母亲虐死了 那么今天呢 这个詹姓高中生的外婆也出面了 她强调绝对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会亲手虐死自己的儿子 来听起来她的说法 不可能 怎么说 那是那个鞭疼怎么说 一只鞭就要给鞭疼 所以你就叫老师出来谢谢玩弄 我们女儿子不可能 没有老师就要出面出来 出来说我们女儿子是玩弄的 没那么会是自己的鞭 那么可以听到真姓高中生的外婆说 其实她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真姓高中生了 就自从她读国三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看过 不过她也透露说曾经在女儿的介绍下 参与过这个日月民工的领袖课程 那么当时呢 女儿是告诉她去运动的身体才会变好 因此呢 有帮她缴过会费 不过交了多少钱 她确实是不知道 那么她现在呢 只希望说呢 这个陈晓明可以出面 来质疑说 质疑说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会捆绑 来虐死自己的儿子 那么也希望呢 检井来查明真相 以上就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给主播 好 林修的妈妈涉嫌虐死儿子 现在死者外婆帮这个女儿来喊烟 谢谢怡营 连线报道